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歡迎收看今天的江郎財進 我們今天要開的就是 香港玩家的優先福音 超人迪家 英雄勇將 Power Type 力量型 和Toronetta 龍捲蜂型 為什麼說是香港玩家的福音呢 就是因為這一盒是優先在浪豪方的BANDAI眼鏡廠展的會場限定 早幾天問了MK老闆 他說這一盒在日本也要21號才可以夾 即是日本仔都會遲我們一個星期 會場那邊現在做150元一盒 比起平時貴了一點點 早買早享受 今次遲買就不是便宜多舊了 是便宜幾十元 今次有什麼符合呢 我們很快去看看盒子吧 英文字寫著Ultraman Tiger Power Type 和Tiger Tolunetta BANDAI NAMCO 有眼鏡廠Logo 超人迪家的Logo 本體 英雄勇將 四隻金漆大字 有英文又有日文 還有藍色BANDAI Logo 好 一起轉過來右邊 看到道上順行的介紹 大家都見慣見熟了 後面就有些超人迪家 這兩個型態 一些很性感的位置 放到最大給我們看 這一邊又是飛機敏 講英雄用像怎樣厲害 好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箱了 先開這盒迪家的力量型 Power Type先 今次連紙皮都省 只剩下一些泡泡紙 好 正式拿上手 轉過360度 華麗舞台給大家看一下 力量型 真的力量型 感覺比起以前的英雄勇將 是更加重手一點 整隻東西都做到 中村號2 那種強橫 有力 大大隻的肌肉感 尤其是他的屁股 真的夠大 拍他的屁股一下 這麼大的屁股 英雄勇將本身 就不會怎樣偷色的了 不過上色上 始終是景品 有些瑕疵 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麼便宜 頭部水晶部分 眼睛 還有它的Color Timer 都是透明件來的 我們再看看龍捲蜂迪家 基本上它們都是同模 但是又不同色的 迪家龍捲蜂型 就是由黑暗迪家 吸了達林的力量之後 變成的 所以就會是紅黑雙間 而它的底色 即是說面部 或者是胸口 本身是銀色的位置 現在就會變成了 用一個黑灰色去呈現 告訴人 它還是一個 仍然有黑暗力量的超人 是未完全變成光的 那我們拿回超人迪家 天空型 和超人迪家 爆裂型 出來看看 我發覺有個位置都幾濕制 這次的力量型和龍捲蜂 是擺出了一個戰鬥的姿勢 但是上一次天空型 和爆裂型 就是出Lambaluto 是出必殺技的姿勢 簡單來說 左邊是戰鬥姿勢 右邊是出必殺技 大家還依稀記得 CCP的超人迪家 是倒轉的 力量型是出必殺技 天空型那邊就是戰鬥姿勢 今次是倒轉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統一 例如一齊是戰鬥姿勢 或者一齊是出死光姿勢 硬是要兩個是不同的 我自己有強迫症 我就覺得是 不知怎麼說 整件事不是很聚財 那不關質素事的 純粹是一套買回來 感覺的問題 我們今天又來到比分的時間 我們今天的專業評判 就是超人迪家的天空型和爆裂型 經過我和他商討之後 我決定是比出 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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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今次我覺得質素上做得很好 你看到整個玩具都是一見過就放心了 不會有什麼手腳要砌出來 很煩的 整個頭雕成品都完全沒問題 唯獨之前我看完天空型和爆裂型 我是期望他出一個必殺技的姿勢 誰知他最後都是出戰鬥姿勢 搞到整件事不統一 所以就扣了一點點分 但是如果你本身儲開 都要買的了 如果你這麼喜歡力量型的 Dilishu Mu Koryu 這招必殺技 就可能要買回CCP 不過CCP那隻很貴的 好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來到這裡 like Facebook follow Instagram 這些不用太多說 大家懂得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